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各位再次收看五集社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 这是我们1500集的节目 真正来到了1500集 但按照往例的话 我会先录一集谈话节目 然后会在下一次 在1500集的part 2 会挑一款玩具来给大家做分享 补足这个号码 先跟我自己说一声恭喜 达到1500集了 那先前有一个1500集的节目 是大概讲了一下 我跟台湾的那个TFND 之间发生一些事情 那那个论坛 基本上也就没什么好提了 那如果各位真的还想听一点 他们的事情的话呢 那我就讲一点好了 那就是说 他们的站长个人行为 我已经不想评论了 就比较格调上是比较 让人堪忧就不提了 那他们里头有一个论点 那我是觉得还是比较 可以拿出来跟大家聊一下 就是 里头的一个说法 就觉得我的频道呢 是盗版的推广户啊 那所以我的频道不见了 是欢天喜地 值得庆祝啊 那么这个逻辑是非常感人啊 这个因为我觉得 这个这个太好笑了 就是 我就在吐槽这一点就好了 就补一下 最后补一小刀吧 就是说 如果你今天你要指责 我是个坏人的话 你怎么会希望 这个证据不现呢 你说我是个盗版的推广户 那你怎么 说我的频道 我的节目都在推广盗版 那你怎么会希望 我的频道不见 对不对 你要指 你张三要指责 你四个杀人犯 那你怎么会希望 凶器不见 证据不见 现场被毁掉嘛 所以就 这个你光是以为 只我智商是正常人的话 就会知道 这种指控都是莫名其妙啊 就是你希望指证 我是个坏人 但是你却 觉得证据不见了 你要欢心不悟 我除了说你是栽赃之外 我也没有别的解释了啊 那么 这个事情就过去了啊 但是呢 我们如果把它当成是个负面教材 还是可以学到一点东西啊 那 也可以想想 就是说 你看我 我只是做个玩具开箱而已 为什么我要莫名其妙被人家 丢到他们的这个群组里头 是公审啊 那再提一下 我说他们这个群组里面有200个人 并不是200个人都讨厌我 据统计 大概不超过15个人 在里头谈话而已 其他可能都是 可能就是挂在里头 是不讲话 没有什么互动的啊 那我个人也说过了 他们也没什么影响力了啊 那讲到没什么影响力 我也觉得很奇怪 那你就很奇怪 他们为什么 台湾孩子宝还是 还是一直赞助他们 那话又说回来啊 你们拿到孩子宝都赞助 结果弄到大家都不认识你们 弄到大家都没听过你们 你们也是很明显 是这个业配的能力是真的是令人堪忧了 就是业务能力不强 然后品德又不怎么样 你们真的是要好好加油了啊 好吧 那我一个普通的玩家做个开箱节目 为什么我们要被人家攻击呢 对不对 他为什么我被攻击之后 你看我这么谈笑哄声呢 因为我对变形金刚有爱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聊一下呢 到底我有多爱变形金刚啊 你们可能会觉得说 那你这蓝嘴跑火车的家伙 你说什么你很爱变形金刚 你根本就每天都在讲官方的坏话 你怎么是爱变形金刚呢 我喜欢的是变形金刚这个文化 而不是喜欢孩子宝公司啊 孩子宝公司呢 在09年的时候呢 做的那个玩具的高品质 高质量呢 是顺利的吸引到我 那么我入坑之后呢 虽然他们的玩具呢 越做越不好 但是我彻底的 被变形金刚拯救了我的人生啊 听起来好像很夸张啊 但确实 问你听我说一下 你大概也会知道啊 我09年第一次入坑啊 就是09年下半年 开始买玩具以来 那其实我是11年才开始做影片啊 那做了这个影片之后啊 确实改变我人生很多 今年2022年 我已经做了11年的节目 那我今年45岁了 这个人生当中 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时间呢 是跟这个节目一起度过来 那我刚开始入坑的时候呢 是我那个时候 人生一个小低潮嘛 第一段婚姻 不是很如意的时候 离婚的时候 然后从台回台湾之后呢 一切从零开始啊 就是有很多 透过变形金刚这个玩具的话呢 有时候就消磨一些时间 有一些寄托 那花钱可以减少自己的压力 那钱我就花到了买玩具 买变形金刚上面 那就从中间就最后就是弄了 弄了节目之后呢 交到很多的新朋友 那有一些就是同号啊 这些呢给予一些很实质的 那也有一些精神上的帮助了啊 就让我陪我度过人生一段很低潮的事件 虽然现实生活中呢 我是一个鲁瑟啊 我是一个失败者 但是在网路分享的这个 这个这个交流里头呢 我确实是感觉到 有很多人是对我们是非常尊敬 也甚至有点崇拜 我们在心灵上 还是得到一点满足了 那也因为这样子的话呢 就是说 慢慢的慢慢的 呼呼齐车这四个字 就好像变成我身上穿着一件外衣 一样啊 然后就这这这陆续 这之前那好几年 其实有一些事情也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我们都会想说呢 这个毕竟我们现在是 呼呼齐车嘛 有一些事情我们也不好拿出来 跟大家说 那我们只能让自己过好一点啊 所以就反而是因为做了这个节目 我们给自己加了一个 有点像是给自己加了一个 光明属性的身上一样 很多事情我们就会朝正面去想 那甚至讲的比较悲观一点 就是说 有时候呢 为了做玩具开箱 你必须要去多攒一点钱来 做这个购买玩具的自己 那我们就要努力的去多赚一点钱 而不是这个就放弃做节目 那能够提升自己赚钱的能力 其实最后还是回归到 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我不知道各位 你能不能懂我这个意思 为了要能够赚钱 买到 为了要买玩具 我努力赚钱 然后提升了自己赚钱的能力 然后就让自己的生活 就间接就改善 你看看 有一些朋友会说 所谓有四个字叫做玩物丧志 有一些人甚至觉得说 有一些人甚至有会问我说 他家里面的人觉得他玩模型 是浪费时间浪费金钱 那我自己也是 我投入的时间跟金钱 可能比很多人都要多得多 但是我家里面的人却不反对 为什么 因为他们看到我 做节目以来 我的一些改变 特别是在经济上面 我反而得到一个改善 你可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 对 确实我们有流量的分红 然后这个 还有些赞助品 还有就是 反正很多很多 你会因为要做节目 然后让自己一些技能点提升 这个都是始料危机 然后 我再讲个更现实一点的 我前四年五年 2013 14年的时候 我就是 开的那个饮料店都是倒闭 然后当时其实都是入不敷出的状态 而那几年我有在做 就是玩具的这个中盘批发的工作 那如果那段时间不是有那一笔收入的话 其实我根本日子是过不下去的 而我当时的客户 客人的消费群 几乎都是变形金刚的同好 那变形金刚说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变形金刚这个 如果没有入这个坑的话 其实很多难关我根本就是过不去的 所以在精神上 还有实质上 物质上 我都是受到这个 这个IP的这个保护 我确实从里面拿到很多很多 让我度过难关的力量 所以我对于所谓的这个变形金刚文化 不要说变形金刚玩具 不要说变形金刚文化 我个人是心存感激的 如果说只要 甚至我可以这么说吧 我自己会期许自己说 只要我还能够正常说话 两手能够拿着动玩具 还能够正常录影片的话 我愿意用我一辈子的时间去做 变形金刚玩具的开箱 只要这个IP还其实在做 那当然也不一定还是把我做 如果它哪一天卖给其他公司 我可能也是还会继续接着做 因为毕竟它 在我人生的很低谷的时候 就拯救了我一段 非常非常不好的一个过程 心存感激 当然也要感谢大家 就是这这么多年以来 各种各种各样的知识 这听起来有点沉浆烂掉 但是它确实 就很多就各位的留言也好 评论也好 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 我觉得都是 都是会给我一些新的刺激 都是给我新的刺激 那我也很希望 我自己最希望 最希望最希望 最希望 做的呢 其实 倒也不是说把很好玩的玩具 就是或者是说 我推荐你们 我觉得很好玩的玩具 我觉得这个标准 大家的标准都不一样 我还是举这个例子 各位还记得 我前一阵子发了一个动态 我说这个玩具的手臂断掉 然后后来我买了一个KO版 然后把它接上去 我很高兴 那么这是第二集的时候的快速变形组 这个玩具呢 我当年在大陆工作的时候 我是买了这个山寨版 人民币才19块钱 那是我彻底让我觉得要入坑 就是 它就是三四个步骤 几个步骤就把它从坦克变成机器人 那我就觉得说 哇 这么这么简单 就可以完成两个形态的这个改变 那当时我甚至 我喜欢这个玩具 喜欢到什么程度呢 说出来你们可能都觉得有点 有点蠢啊 就我如果开这个 开车出去的话 这个 就红绿灯停下来的 十几二十秒的时间 我就可以把它变成一个坦克车 然后赶快把它放到副部下 十几桌上放着 然后开到下个路口 如果不幸又停下来 再把它拿起来 再把它变成机器人 然后再放下 放到座位上这样 你看我当时已经 就是喜欢这个玩具 喜欢到这种地步 你看 听起来是不是很蠢 对不对 但是就是 就是会 就是入坑的时候 就是单纯就是喜欢 两种形态的转换 而且是很 很少很少的步骤 这个也是我为什么喜欢 简单变形 这是我从一开始把玩 我就喜欢这种快速 能够完成形态转换的步骤 再来我当时买的那个玩具 是一个山寨 非常便宜 19块钱 那边一币 那变成说 为什么我会完全不在乎 做一些山寨或是KO的玩具 因为我觉得它有它的使命存在 当然它固然是违法 但它必然有它附带的市场的一个价值 或者说作用在那边 对不对 我当时19块钱买了一个山寨玩具 后来买了几十万的正版 那你说这个 这个山寨玩具 是不是为正版带来了几十万的收入呢 对不对 总是 人生不是只有黑跟白 事情总是都有一些 就是你意想不到的发展 我当年也没有想到说 我就做 会买 会入坑 然后会做了十几年的节目 然后可以就是三天两头呢 就对着镜头啊 发神经啊 讲到发神经 我开始做节目的时候 我家里面的人也觉得我神经病啊 就是房间里头就我一个人自言自语 在干什么呢 对不对 发 就是脑子有问题啊 这样子啊 那么这几年以来 他们都知道我在做什么了 他们也也也也也也懂 然后就就非常支持 因为为什么 因为我从中间我得到一些 确实我得到一些帮助 实质上的啊 就所以就就就就 我还是奉劝 就是就是 我不能讲奉劝 我还是觉得说我自己 在节目里头最喜欢跟大家说的 倒不是说玩具多好玩 而是我想告诉你 我得到了什么正能量的启发啊 那么 嗯 就 很多很多的时候啊 就 有些难关啊 如果 有时候我会想说 我们也是 对不对 我们 再怎么样 我身上有一个胡夫其色的角色要扮演啊 就 就就 就没有办法 我们不能不能示弱啊 我们要想办法去去克服掉 然后克服过去了之后呢 啊 再把这个故事呢 讲给 这个我的观众朋友听啊 或许不是变形金刚的东西 但是我认为就是学到的东西就有机会我们就交给跟我们有缘分的人 那我也希望说各位就是有一天如果说各位就过得比我还要好很多很多 甚至你成为一个非常大了不起的大任务的时候呢 如果你还愿意回想起说呢你曾经是被我某一段话给启发过的 我也我也很愿意到时候感谢我一下 因为毕竟毕竟人生有时候就是一句话就启发让你人生就不一样啊 好吧那其实这个一千五百集的话呢可能大家也会觉得说我怎么就讲这些啊 确实就除了感谢之外也不知道要讲什么啦对不对 你如果说还想听我讲这个TFND啊还是讲一些就是一些台湾一些海之宝的护卫兵的这些事情 我觉得讲这个没有什么意思如果你们真的很想听的话就就再说吧 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好说的啊这几年来大家眼睛也都放很亮了啊 就哪些人是盲目的护航啊然后哪些人是真正的玩家其实大家也都能够看得出来 那这一期的话呢主要就是重点还是在于说我我认为我能够坚持下来 然后不管不管是承受好的或者是承受不好的批评甚至在经济上的能够一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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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去把这个玩具买下来买下来买下来 然后拍节目拍节目都是源自于说我对叶金刚的一个这种一种持足的爱啦 我不是说小时候说怎么看着橱窗里头的这个玩具去发呆我没有经历那一段 我直接是从大人的这个社会压力的这个低潮里头去接触到叶金刚的啊 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给各位做这么样一个非常非常简单的小分享 那我就会在会在这几天啊 不对因为我五月的我五月一号到九号啊我都有排满满的工作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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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呢 对就我现在是一个工作狂的状态了 我这个这个工作都之前排了 我四月份已经刻意让自己休息一段时间了啊 好吧那就呃 谢谢各位一千五百集以来的支持啊 下一期的话会挑一款啊 还蛮有纪念性的价格 还蛮有纪念意义的玩具给大家做一个号码的一个补充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